健康是我们的财富 健康不能代表一切 但是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我是饮食治疗师梁凯欣 你现在收听的是 榴莲台 durianfm.com 我是凯亦鸣 最高的我是颜颜 春节要到了马来差两天 就是新年了 在中国最近就流行了 一个就是在网上抢红包 怎么抢红包呢 反正就是有这个微信信号 然后有各大的商场或超市之类的 很多这些公司都会推行这种 让这些人可以抢红包 这样子来拼他们的 这个社交媒体的人气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浏览量可能就会变得特别多 但是这样的这个红包的风潮 可能就有风险了 中国的公安方面就发表了 建议有六种红包是不能够抢的 第一种红包就是需要个人资料的红包 第二种红包就是要分享连接的 抢红包 还有第三种是要与好友一起共同抢的红包 还有就是高额的红包 就是那个价钱非常非常高 高的可能一点 让人不敢相信的吧 还有就是第五的是AA红包 AA红包是怎么说呢 就是往往略连改动那个微信的 AA收款的界面 加上送钱现金礼包的字样 会让这个用户以为是在领红包 但是其实这些 这个所谓的AA红包 它不是真的红包 是假的红包 还有第六的就是猜红包 要输入密码 当你猜红包 说需要输入密码的话 可能就要警惕了 你输入密码 如果输入下去之后 可能会造成你的密码就外泄了 现在红包是很风行 你在群里聊着两天呢 然后大家就说 谁给个红包 因为你从这做广告了 然后那个人就直接了 就发了一个红包 一般的红包这样子的数目还不太高 一般红包的数目都是十块钱 像群里的都差不多是十块钱 一个人手快的话 最多也能抢到两块到三块 如果是最后的一个人 手席最差的那个人呢 也就抢到零点几分 也就五分六分七分这样子的一个数目了 不过每次发红包 讲红包还都挺有趣 都挺有趣的 原因不仅仅是我能够抢到一些钱 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乐趣 跟朋友分享的一种乐趣 和一种 双方之间关系的一种融洽和融进吧 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重点了 重点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欢乐的感觉 是啊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了 就是有有些人认为中国抢红包的风潮不是很好 不是很俗气啊 但是有一些中国人呢 就会认为红包是有黏味的 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这个事是不能抢红包 这个事是不能免的 然后有的人是这么样的一个看法了 但是红包其实现在的用法还很多啊 其实最大的红包顶额就是200块钱 如果再多的话 有可能这个红包就是假的了 所以你在抢红包之前 一定看到这个数额如果多于200块钱以上的 这样子的红包就有可能是假的 啊 还有一些就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如果他让他让你填个人信息的话 或者是说让你填个人密码的话 这样子的红包最好不要 也许他有危险性啊 其中呢就有一个人啊 她是江苏省的一个姓周的女子 啊 她呢 一个好友 真的是好友 朋友圈里的朋友 给她寄来了一个红包 里边说开抢500元贷金券 啊 当时呢 她就点了 发现自己抢到了500元的贷金券的头灯奖 马上喜滋滋的就打开了这个王子灵奖 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还有手机号码 还有微信账户等个人资料 输完资料之后呢 对方就让他扫描了一个二维码 扫描完之后呢 这个女子就收到了一个自己银行的短信 这个银行账户 说你的银行账户已经被转走了1万元人民币 结果呢 啊 她就因为这个红包被骗走了1万元人民币 随后呢 这个周女士就给这个好友打电话说 哎你在我的微信里面不放了一个500元的贷金券的红包 怎么一转眼我的银行账户里少了1万块钱 然后他的好友是说 我最近我的微信账户被人给盗了 好他才恍然大物件我就报警了 嗯 就是你要付款要方便 其实用 呃 就是如果在中国方面的话 他们是可以直接用手机付款 有各种很方便的做法 那么现在即使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人家想要骗你也骗得非常的方便 只要 只要给你一个信息 然后你照着做 就已经是几万块的这个 几万块的人民币就消失了 所以方便和不方便之间 大家还是要小心的使用 不至于会上这一种当 呃 看完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边是 这个习近平他最近是在农历新年的前夕 就是现在吧 呃 去到了这个江西省视察扶贫工作 还有企业发展等等 呃 在当地呢 他也接见了驻扎当地的这个解放军 然后在这个期间又到了这个红色根据地 井冈山缅怀献烈 就是当时革命的一个胜地啊 嗯 他去那干什么了呢 有很多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一些答案 呃 因为 呃 习近平做什么事呢 也许说是一个国家主席做什么事呢 他肯定是有目的性的 那么这个目的性究竟是些什么呢 首先看他一些特点 就是他在什么时间 正好是过年的时间 快过年了 那么他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呃 去看了 而且他说了一些话 这些话说 呃 我们啊改革开放之后 有很多福利 呃 那么我们也要实现中国梦 呃 那么我们也要发展很多的省市地区 但是首先革命老区要发展在开 就发展要在前头 要把它发展的又快又好 这是值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他直接会把它提出来哈 另外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这个时间选择点 正好是在宣布了五个统战区之后的一次行为 五个统战区 就东南西北中的五个战区吧 他是总司令啊 宣布完之后呢 他就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 那么五个战区宣布完之后 就证明了习近平在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 他是一手抓的 而且集中了很多的权力在他自己的一个手中 所以最近有三个字还挺火的 就是习核心 以习近平为核心 叫做习核心了 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 他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呃 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方面寓意呢 同时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还访问了两个故居 一个故居呢 是呃 就是毛泽东 之前住过的地方 另外的一个故居就是 朱德之前住过的地方 呃 其实呃 这个方面就不能够理解为 他要学毛泽东 或他要学朱德 呃 因为其实在四人帮的时候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呃 朱德被陷害 被四人帮陷害 呃 当时 可以感受到当时 也许毛泽东当时已经老了 不知道四人帮在陷害朱德 也许他是知道的 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 肯定 呃 是毛泽东跟朱德之间 他是站在两个派别 两个对立面的 但是现在习近平既 访问了 毛泽东的故居 又访问了朱德的故居 可以看到他里边的含义又是些什么 呃 所以呢 那在等等的一些分析之下呢 呃 似乎有几个结论会有几个推测 这几个推测呢 就是呃 习近平呢 他 他 给大家展示出一种形和西的 呃 习核心的领袖的一个风范 呃 就是我现在五个同战区 我现在好多的事情都 我可以去做主 我可以去做 呃 那么我们也要继承老一辈遗留下来的这些资产 呃 这是 作为一个statement 给大家表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立场 呃 同时呢 他似乎也在宣扬 就是呃 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比30年之前要好多了 但是呢 我们依然继续要发扬过去老区的革命传统 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 呃 这是他或许给大家带出来的另外的一个讯息 呃 所以刚刚这个什么带出了这个艰苦奋斗的年代的信息的时候 就有人判断说 也许他之所以会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带出这样的讯息 主要是因为他发现 或者说他们呃 中央政府的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局势的判断是说 中国的经济大环境可能在未来会有转差的这个现象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做了这样的动作 要发扬这个老百姓要艰苦的生活 要努力的生活一点 因为接下来环境会不好 那么就现在来打预防针 让你可以去呃 有这种艰苦生活的精神 呃呃呃 这个分析我有点出不动 有点坚强了 哈哈哈哈 是 这个分析是有点坚强 呃呃 是 也许吧 也许可能这时候这样子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是很难说 毕竟这个是呃 这次去在这时间点去拜访这东西 对应该说发扬这些精神 无论在什么时候 它其实都还是适用 对 呃 是不是真的像这个专家所说的这样 中国到未来经济会转差 这个我们还是未来的时候在看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吧 那么看完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边是 呃 资卡的病毒的在中国的情况 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预防 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的这个 呃委员会就已经紧急向全国印发了这个关于资卡病毒的诊疗方法 以做好这个中国各地各个地方对于这个资卡病毒随时爆发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出现就要马上的去加以控制 对呃 这方面呢 在中国主要是流行两个文 一个是文字 一个文字是埃及的黑斑文 它叫伊文 一个是另外的一个是白文伊文又白文的黑斑文 这两个能够带资卡病毒的两种文字 呃 一个前者的埃及黑斑文呢 它主要生活在海南省广东省雷州半岛 以及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呃 德宏州呃 等地方呃 但是另外的一种白一呃 白文一就是黑斑文呢 这个文字主要分布在这个河北山西陕西 以南的广大区域 呃 所以呢 在这些区域应该是重点防范的区域 呃 来防止呃文字的一种感染了 呃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世界各国呢都已经把这个资卡病毒作为一个呃 传染性病毒呃 潜在性病毒在防范着 呃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无论是在嗯 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国家 你也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都在做的一些 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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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防范措施吧 嗯 毕竟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蚊虫的问题吧 虽然说刚才之前我们也说到了 他可能会有性行为的传染 或者是呃 一些其他方式的传染 但是整体来说 他之所以能够传染速度那么快 那么大范围的原因 主要还是来自于蚊虫方面的这个感染 所以主要是在这方面 中国包括很多国家呃 之前在意大利也是有一个方式是用通过核辐射 让这个熊熊的蚊子 嗯 大家在无法生育 或者说他可以跟母的蚊子交配 但是交配出来之后 这个产出来的卵是不会孵化的 所以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要去呃 想要去了解这方面的技术 是如何 那么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大量的减少蚊子的数量 让蚊子还不至于会传染的非常的快 也许现在看起来目前一直除了疫苗 真的是发明出来之后 那么就能预防 那么在除了疫苗之外的唯一方法 控制能够大量的控制病情的方法 就是控制这个蚊子生产的速度了 那么就能够大量的问题 让这个蚊子生产的速度了 那么就能够大量的区别